你还满意吗 所过了365天 我们在中央政府 跟一间团体 惊慌 大家的关心之下 我们曾经工作的 步伐非常明鉴 虽然在8月8号那一天 我们还有很多的 游泉运化 庆祝 但是基本上已经 忘情走 我们希望在 最慢 在8月9日前 能够进驻到 五分之四 那么其他五分之一 因为地址的关系 会拨到明年 但脚步从来没有停过 我们的诗学 永远停留在 我们只要把重建 做得更好 特别要呼吁 请所有全国的 观众来 特别在 我们 我们的顺求能够以更宽广 超越法律的一个城市 来看待 这些业务的 千百年重创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永久屋当中 建立永久家里的 永屋不一定是有家 但是家要从屋开始 他们需要很多心灵的重建 很多文化 产业的重建 再在需要 社会的资源 来继续关心 如果您的筷子 也许多不容易 我就能够起来 给他来 这些东西 有点 这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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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